现在这台车的状况是前低后高 前软后硬 这是针对上次斗林式特调的一个数据 那么它拉来日常开了 你会感觉很怪 方向虚位很大 要打很大的方向车才会拐弯 现在要回归一个正常的状态 车主的诉求呢 运动中兼顾一点舒适 毕竟这个车马力这么大 调的太软了也不现实 现在底盘已经设定调试好了 1300匹的动力数字很夸张 但是架一起来并不难 唯一欠缺的是轮胎抓地差一点 说明这台车的底盘厂家是下了功夫的 搞定交车